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大家看到這個背景是不是知道我現在人在哪裡 來 我們一二三一起說 一二三 大阪 其實我覺得我來大阪這麼多次 我每一次都是來耍廢的 我認真每一次都是來耍廢 所以我今天找了四個在網路上面 現在有點夯的大阪打卡經典 讓大家除了去拍這個照片啊 或是我不知道大阪還有哪裡可以拍照 那另外呢 因為一眼住在大阪 如果你不知道一眼是誰的話 他是就是 my boyfriend 我也請他推薦了一個他覺得是photogenic 大卡經典給大家 所以我今天要去試試看看 他們是不是真的值得去躺 所以我現在要來簡單的get ready 然後請大家先忽略我的瀏海 我的瀏海現在非常的不受控制 現在時間已經5月快到6月了 這代表什麼呢 沒錯 我們夏天要來了 我最討厭的夏天要來了 我今天用的防曬呢 是這個自白劑的玻尿酸水感保濕防曬凝露 他有SPF50加 然後PA++++ 有四個加 聽起來是不是很厲害 那我使用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我覺得他最大的特性就是 他質地是很水潤 然後不會很油膩 你知道很多防曬有他會就是比較黏黏的 然後會感覺你臉上一層東西有沒有 這款不會 質地大概是 長這樣 啊 我好像擠太多了 他是可以用在臉部跟身體的 那他裡面沒有添加任何的香料跟酒精 那給大家看一下 哇 Welcome to my bare face 有沒有 他很好推 然後不會反白 那我這款喜歡在上底妝之前使用 我覺得上完之後 你在上底妝會有一種更服貼的感覺 嗨 嗨 這個 所以出門前擦的這個是水感玻尿酸防曬凝露 這是可以擦臉後身體的 幹嘛啦 他的名字好長 在外面我會戴著的是玻尿酸涼感防曬乳液 你剛水洗 It's so watery It's very liquidy 但是他的體積很輕薄 所以我可以直接裝在我的小包包裡 You got a friend in me 喔 好大聲喔 請問你的相機充好電了嗎 有 我的頭髮焦起了 所以需要戴帽子 這是我們第一個location 然後他外面最有名的就是有這個彈球籤 然後是黃色的 整個就是Hawaiian style 2 cup order 啊 是嗎 啊 是日本語的解釋 是嗎 是嗎 是 對 2 cup order 是這個吧 是 Canada 台湾 啊 台湾 Canada 耶 素敵 謝謝 他的習慣是愛心的耶 有看到嗎 這個網美飲料其實還蠻好喝的 我覺得如果在附近可以來看一下 嗯 但不用特別了 如果是我的話我覺得應該會給這個地方 10分裡面有7分 對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第二個spot 就是這個cafe number 不知道為什麼這家今天都沒有人排隊 不過從外表來看他們這邊應該是 非常有氣氛的 Let's go What's that? What's that? oh Let's go What's that? let's go What can I do that? 我覺得這一家 快應該可以給到7.5分 呃8分好了 你咧? 8分 我們現在前往第三個地點 Let's go 我們現在要去北加賀武站 然後剛剛咖啡店距離最近的地鐵站 就是ヨズバシ 那ヨズバシ跟北加賀武站就在同一個線上 所以是不是很方便呢? 很方便呢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找我們的彩繪牆 但這附近呢實在是太住宅區了 缺心萬苦終於找到我的第一個景點 這邊拍的時候大家記得要小心 因為是在算是一個馬路上面 那我們在開始拍照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做什麼? 防曬 然後我用的一樣是這個 玻尿酸涼感防曬乳液 那它的特點呢 就是清薄 然後水潤跟沁涼 因為它裡面有添加那個薄荷因子 所以你擦完之後 那皮膚上面會有一點涼涼的感覺 使用前記得要先這樣 呦呦呦呦呦呦呦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質地是這種 就是水水的 把裸露在外面的皮膚都擦一次 所以你聞的時候 就會有涼涼的感覺 那一人你聞一下有沒有薄荷味 它很薄 所以你擦起來不會覺得很厚重 因為像我這個就是非常討厭夏天的人 我就覺得用這罐券比較符合我的需求這樣 我們現在在馬路旁邊 擦防曬 除了防曬也要補充水分喔 好耶好耶 好好 剛剛那邊是體操選手 然後你走過來這邊就是一個很大的彩繪牆 然後它旁邊還有另外一個 所以就是 蛤?什麼? 這幾個景點我可能會給大概6點5分到7分左右 依顏你給幾分? 6到6點5分 如果大家已經厭倦了一般觀光客會去的景點的話 有時間其實可以來這個內部走一走 因為它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3個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壁畫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去最後一個景點 也是伊安的4房景點 Let's go 我們現在在最後一個地點叫做 Utsubo 哈囉 哈囉 OK Utsubo Park 好多Dog 伊安身為一個居住在大阪的大阪居民推薦的一個地方 這就是一個很美的公園 有很多玫瑰花 現在我前面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出來遛狗或是遛小孩 感覺上就是一個比較在地一點的地方 喔我看到很多的花 那邊一大群全部都是玫瑰花 盛開現在 第一個完成我們現在找第二個location拍照 我覺得那個那個狗門呢 伊安前面那個 為什麼會現在拿著呢 是因為日本的公園沒有垃圾桶 我們等一下要帶回家丟 哇哇夕陽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的photoshoot就到這邊結束 這個地方你會給幾分 我覺得我會來到8點5 8點5分 滿分 然後那些全部都Sakura Tree 4月的時候再全部打開了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天氣其實很好 然後拍了其實算是拍了一整天下來啊 整個皮膚感覺還是很輕薄很清爽 然後不油膩 那今天的影片呢也是跟自白肌合作 所以大家如果記得在夏天 其實也不只是夏天 就是只要任何時候的出門 都一定要記得做防曬 那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Like 然後呢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如果喜歡伊安的照片的話呢 也可以到他的網站去訂購他 不是不是訂購他這個人啦 所以訂購他的Service OK 對 好啦那我就下次影片見吧 掰掰 在窗戶外邊有人走過耶 我傻眼 出門要擦的是這個水感玻尿酸防曬凝露 然後出門在外要... 不會不會 出門前後在... 等一下 大家在排的是哪一個 台灣的奶茶 哈囉 台灣人表示我還是最喜歡喝米克蝦 米克蝦 讚